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初歌学投资》,我是李国庆 分析航运股,最重要是看着运费指数 运费持续上升,航运股的盈利才可以持续增长 股价才可以水涨船高 航运业可以细分为三个子航业 分别是干散货、油运和集装商 不同的子航业都有专属的运费指数 以干散货为例,主要是看波罗的海干货散装船综合运费指数 即是BDI BDI的升跌和环球经济的好坏关系十分之大 以2000年至2007年间为例 全球经济向好大大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带动BDI由2000年初的1200点升到2007年的10,000点 大升超过7倍 促使中远海控在短短两年间暴升超过10倍 不过,随着金融海啸的爆发 全球经济下滑 BDI和航运股都打回原形 其他航运股方面 油运行业主要参考波罗的海原油运价指数 内地集装商行业主要参考中国出口集装商运价指数 总结而言 分析航运股一定要追踪运费指数 干散货、油运和集装商都各自有运费指数 初过研究航运股的时候,可以按图索贯